在我身後就是北海道丁丁有名的洋堤山 那我一開始就來到了荊棘民水公園 來這邊裝水 因為這邊有一個全年的365天都湧出的自然潛水 然後在北海道騎車蠻安全的 基本上汽車都會離你這麼遠 大家好我是北海道你去Jerry 在我身後就是北海道丁丁有名的洋堤山 那他也稱作就是北海道的富士山 那大家看我今天一身的裝扮 就知道我終於要出來騎車了 那實在是因為一直在拍片 然後在吃北海道海鮮吃了我這個 鮪魚肚就跑出來了 所以呢我今天特別出來這個拍片兼運動 那我今天要挑戰環陽堤山運動 大約是50幾公里而已也沒有很長 那我現在那個沒有怎麼水了 那剛好附近有一個荊棘民水公園 那我先去那邊裝一些那個天南湧出的泉水喔 哇前面一個坡 太久沒有騎單車了 哇這個坡還蠻陡的 要挑戰一下啦 其實在北海道騎單車非常的舒服喔 那今天我剛來北海道創業的時候啊 就是基於的是單車旅行團喔 就是要帶大家去北海道這個美麗的地方騎假要車 但是呢遇到疫情啦 我現在一團也沒有出 然後我買了20幾台的假要車喔 20幾萬台幣喔還一直放在倉庫裡面喔 那沒關係喔那我今天就帶大家來騎單車 來環陽堤三一週喔 那我一開始就來到了荊棘民水公園喔 來這邊裝水因為這邊有一個全年的 三百六十五天都湧出的自然泉水喔 那這邊的泉水的溫度大約在五到十度左右 非常的冰 非常的好喝喔 那裝完水之後呢 那這附近啊 有一些咖啡或者是賣豆腐的 都用這邊的自然湧出的泉水製作了喔 那出發前呢 那我先去喝個咖啡喔 然後在荊棘民水公園外面停車場這邊 有一個物產的販賣店喔 那這邊賣了蠻多咖啡的 那我印象中這個蠻好吃的 上面有這個北海道牛乳百分之百的 這個愛吃喔 然後上面淋上一些這個咖啡 然後這邊的布丁也蠻好吃的 還沒有出發之前呢 又吃了一顆冰淇淋啊 其實我在騎單車都知道 有時候是越騎越肥 這個北海道的冰淇淋好濃喔 然後搭配淋上有一些那種咖啡 有點苦苦 然後又加上甜甜的 超滿足的 我今天不是要來 減肥的嗎 然後很推薦喔 這邊的布丁 也要點來吃喔 這樣我瘦得下來我輸給你了 我超推這邊的布丁的 非常的濃郁 非常的濃郁 超級好吃的 然後下面有一個糖漿喔 一起吃喔 哇 吃完了 不想騎車了 哇 吃完了 不想騎車了 哇 吃完了 不想騎車了 嗯 只要是對象沒車啊 他們都離你遠遠的 他們怕撞到你 這個是跟在台灣騎車經驗 比較不一樣的 那在台灣有時候 單車比較沒有路權啦 有時候會被一些 被一些汽車刷卡 有些汽車是故意刷你卡 想把你逼到這個 這個 逼到這個道路兩側啦 那日本這邊其實 汽車都會讓單車更新的 好 舒服 舒服 現在我正前方就是 滑雪勝地二次谷喔 那我就要快騎到我今天 要吃中餐的地方 那今天要吃蕎麥麵 很快喔 我們又到了我們今天吃中餐的地方 很快喔 我們又到了我們今天吃中餐的地方 這邊喔 因為他有這個絕景 餐廳前面就有一個 池塘喔 正前方就是陽堤山啊 現在因為被雨蓋住了 那如果是這個 無風的狀態啊 陽堤山的道雨就會映照在這個 池塘上面喔 非常的漂亮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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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吃的是這個 AB SOBA 然後點的是溫的 那這裡的蕎麥麵有分 十根跟二八 十根的意思就是 百分之百就是蕎麥粉做 那二八就是 兩層是蕎麥粉 八層是蕎麥麵粉喔 然後呢 這兩個口感呢 就是 十根的話 就是它的香氣 因為百分之百是用蕎麥麵粉做的 所以它的香氣比較足 那它吃起來會比較粗糙一點 那如果你有加了 加了小麥粉之後呢 它的麵條會比較Q彈滑入 那兩邊都有 各有喜好的人都不太一樣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吃十根 吃起來香氣比較重 而且十根的比較貴 我這一碗 1280日幣喔 真的非常的香 它真的吃起來沒那麼Q彈 那我喜歡這種香氣 加上這一個 AV喔 Woo 然後取蛋就是這樣子啊 先取車 邊減肥 減肥完之後再增肥再繼續吃 等下吃完這個麵呢 我等下再騎一個6公里 要到另外一家二四谷 這一場有名的 兵器零件喔 沒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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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現在吃完了蕎麥麵 那我們就要往另外一個 這個冰淇淋店去喔 只要騎7公里就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一直在吃東西 啊 人吃就吃福啦 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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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再說 下午再說 下午再繼續騎到 太久沒有騎車了 好累啊 抽車抽車 快抽不起來了 大腿好痠 這一小坡我已經傳得不起來 剛剛那一段 上上下下的坡其實還蠻累的 其實很快的就到了這家 冰淇淋店喔 其實非常的不起眼 其實這一條路我來來回回也不下二三十次 但是我 這次才發現到這一間冰淇淋喔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其實它冰淇淋店非常的簡單喔 賣的冰淇淋種類有十多種 等一下會點完去外面吃喔 耶 我又在吃北海道的冰淇淋了 我點的這個是西瓜 好濃不錯 這個是葡萄 今天天氣非常熱啦 所以我都點了一些水果 燒消毒 這葡萄味道比較淡了一點 這西瓜好吃 這西瓜好吃了 好懷念台灣的西瓜 非常的西瓜 又貴 又沒有台灣好吃 又沒有台灣好吃 這個是實話 台灣的水果 真的是世界上好吃的 台灣的水果應該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那你吃的啊 那你吃的啊 巧克力 今天我跟Lisang的女朋友出來約會 我在後面 哈哈哈哈哈哈 耶 現在我左手邊就是陽堤山喔 整天啊 就像害羞的新娘啊 蓋著這個一層這個 頭沙啦 到現在還沒掀開過 沒辦法一虧他的真面目喔 那只好下次再來騎了 我現在來到了這個陽堤山腳下的泳水之旅喔 那我差不多騎了半圈了 真的蠻累的 然後水也喝完了 在這邊 再裝一下水 在陽堤山這邊繞一圈騎車 最大的好處就是裝水都不用錢 哈哈哈哈 多肚子吃了很多甜點 好這邊 這邊一家有家賣便啊 我在賣東西 然後我把它的資訊放在我的這個說明欄喔 我就不要再進去吃了 越吃越多 都沒有減肥到 來補完水喔 我們繼續出發了 然後前面有在賣豆腐 非常的有名喔 那其實在雜謊的超市 有的店又有鋪這一家 店的豆腐喔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這邊 那我等一下一路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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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騎單車的月份是五月到十月 那除了七八月之外 其他的月份其實溫差都蠻大的 如果你在北海道騎單車 就是一些防風夾客 一定要帶在身上 然後呢 北海道浮沿遼闊 你騎的地方幾乎沒有單車墊 那你隨身的一些補胎工具 打氣的用品 一定要自備啊 我終於還完了陽堤山 現在要來泡溫泉 荊棘溫泉 當然騎完單車就來泡溫泉了 那整個陽堤山周圍我最推薦的溫泉是這一家 荊棘溫泉 那他最大的優點就是他的戶外湯 可以看到差不多半個陽堤山 然後他的湯屋非常的大 而且收費非常的划算 我記得好像是650塊日幣吧 那裡面也有食堂 然後都非常的便宜 那我今天的攝影全程用的是 Insta360 X2 那目前我現在攝影也是要用這一隻相機 那我全程沒有外接麥克風 那收音效果聽起來也是不錯的 那他最近有在促銷 那我把它促銷的link放在我的說明欄 如果大家對這一隻相機有興趣的 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那非常累了 我要去泡湯了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